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是 這一套 沒問題 有 我給你聽 我也批評 老實說 那批評我覺得很顯然 作品還未完成 看一看 他先出了這一季 東西又不湯不水 當然夾雜了就是我們上集提過的 一些奇幻之外的問題 這裡一樣是存在同樣的問題 我記得我深番講過 其實我挺喜歡他後幾集的 就是這個 傳眾之脈 虛偽之假面 你說他就是以世界的風格 那個風土民情 說了一些錢 那些東西 在那個世界生活的人 究竟是怎樣 每天的工作 他們做他們萌生 那方面的東西 其實是真的 有很詳盡 甚至我詳盡到什麼都看完之後 我覺得你太詳盡了 就是你搬屋之前 移民之前的一個簡介 可以這樣說 我想是他們系列的 是不是他們的特色 或者其實類似的作品 你也有一點 例如說你比較像是 Margie Margie 一開始又是有類似這類型的說法 即是他會說一些 新背向的東西 但雖然很快就會轉彎打仗 這個也相似的 當你沒有看第一季 在陌生的熱世界的時候 你如何明白這個世界 做什麼呢 就跟你說一場風土民情 給你看 你如何入戲 可以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 因為他兩季 他花四集五集時間 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摸口非的 因為 在四五集裡面 他基本上 他也是要集結很多不同的角色 聚集在哈克身邊 他同時也要說哈克的角色 在大和國裡面的定位 究竟是什麼 他花了差不多數十集 他一開始就說哈克 自謀型的角色 師徒 我只能說師徒 我不能說他自謀強 他是深水清 不是 其他角色的智慧太低 所以他精神就變得很高智慧 在整個主角群裡面 右近的智慧是最高的 基本上他的智慧是最高的 他想法也是最宏觀的 苦惶 九軟的角色 就是 他是隨機應變能力好 我覺得他不是智慧高的那些人 右近的妹妹阿尼可尼 只要他一開始說他是財女 之後你就知道 入隊之後智慧就要這樣三輩 他自己就是財女 我不覺得他什麼財女 財女笑 他不是自稱的 他不夠年紀去考學士資格 讀書是沒有用的 在他的年代 不理他這個問題 他兩個公主都打仗友 不要跟著黑黑走 其實是跟著右近走 其實我這樣說 這套東西裡面 我看了十幾天之後 我才發現我是誤會了一件事 黑黑不是主角 右近才是主角 錯了 是面具才是主角 右近才是主角 他搞面具 面具才是主角 右近是右近的 就是戴著面具的人 就是第一代蒙面初魂 這只是問題 不是 你錯了 這個是新白的眼鏡的問題 他是一個防止架 那問題就是 眼鏡現在的持有者 是誰 那就是主角 你的眼鏡 你當他是魔戒 魔戒在誰手上 是誰 立刻把故事 他的問題在於什麼 他花了太多的時間 就是什麼 右近幫黑黑做定位 訓練他 但在故事裡面 訓練他是什麼 他最厲害的技能 一定是通渠 他通渠的技能 肯定升到爆了 他完全熟悉了帝國 手套裡面的套餘 看看他怎麼走 他是花了幾集的劇情 為了鋪了什麼 這傢伙整天要通渠 這傢伙整天要通渠 所以他比較熟悉 對 你可以在將來 用渠去入衝 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你鋪伏線鋪得好 這件事只不過是 你沒有東西給他做 把那條伏線無限按摩 他懂得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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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懂得做 因為只有他一個做 其實我覺得這些是很打機的問題 其實你說去地下水道 可能是練級的 其實你說去森林也可以 為什麼要去下水道 有個意思的 最大的問題是 整個故事裡面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角色 他在哪些位置 表現到這傢伙 是有志謀 其實是沒有的 唯一出過志謀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最初打那隻大型基基的時候 他想到方法 用一隻屎萊姆去吃鬼了他 那裡之外 去到後面 基本上各種人都覺得 選一個 選一個之後 Cready就給你了 然後Cready就給你了 然後Cready就給你了 突然之間 那些坊間留言 聚會在一起 哇這傢伙很聰明 哇這傢伙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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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香港中間做任務 不就是坑他 因為平時做任務 可以讓他做一些細節 我們看到他好像很聰明 但是他沒有做 就是這傢伙 你刮黑球 不會有智慧出來 樹生那種說法 他是一拳出人的King 他那個case 是看到中間裡很多的事件 你只是看到哈哈就是什麼 不要搞我了 好煩啊 我也是想喝喝吃吃 褪蝦 就是他不會濫慮 他就是想喝喝吃吃 游游閒地過一生 都說寵民不用做事 你為什麼搞我呢 現在 不停是給你這個負面情緒 你不要搞我了 即是說 尤近經常都跟他說 你真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然後我想 我心想 有多有趣呢 寵物很有趣 貓多有趣 九月內的小貓真可愛 第二個case 你都說 最終我們得知的就是 其實就是 蝦蝦的哥 你這麼看得起 你弟弟就是因為 這是親情問題 不是他的能力問題 都不是親不親情 我想因為他是唯一的現代人 別這麼說 阿弟說 全部人都不是人 我弄出來的 只有你才是人 你還是人 你是我弟弟 那我才會看你 他有一個credit 就是怎樣去present 這個角色呢 就是 其實他有做到的 他在他未沉睡之前 那些瘦人 那些未出來之前 他跟阿哥做研究的時候 都不停present 然後說 其實這傢伙很聰明 但失憶 但你一個人 之前 之前 聰明和失憶 失憶的東西 是知識範疇的東西 你只能說他懂不懂 但是 一個人聰明 他不會沉睡遠 之後他突然變成老殘 那些叫做冷的光 我不敢肯定會不會 那些winter soldier的問題 我不敢肯定會不會 但是 這件事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OK 其實他說 他在那個人類世界 還在健全的時候 他說他hack了進去 美國 他說他拿到Iceman的計劃 所以就跟第一步 接觸 接觸 其實他說他hack的技術 是很厲害的 有這個交代 你可以說 一直presenthack的角色不成功 你也會覺得 最後那個位置 又將他的重任 交給hack 你會覺得 不行 我接受不了 因為hack這個角色 無論平常的事件 一發生一些小事件的時候 到大事件 甚至去到打仗的時候 這傢伙都是沒有實際用途的 這傢伙都沒有present到一個 就是他可以取代右近 或者是他可以扮演右近這個角色 然後跟著 去到最後 就是右近將這個任務交給他的時候 他突然之間 那個人成熟了 想事 高了 即是 那個面具的力量 才有 他當然聰明了 聰明了 即是 面具是一個 加100 的 所以剛才那個面具是主角 即是掛 那 你不要理這些 即是我不敢理 不是 以遊戲的角度來說 我無法監視你 是很合理的 不是 尤馬說得對的 你看到他最後一個人打也是一樣的 Ostel 他一開始揮劍 就是揮劍 戴上一個面具揮劍 然後有劍起飛出來 差很遠 那這個是GM道具 本來就是 不清楚這件事 但是我喜歡說 在整個重點裡面 黑黑這個角色 他表現得其實 不是很成功 其實是 即使我們說到其他角色 這個其實一定要說 九軟這個角色 他也表現得 是 我覺得 我覺得 他是整個故事裡 面具聲的 這個人是很飄忽的 這個人是 我覺得 其實他有一點 很失敗的 就是什麼呢 他第一步 我說 或者叫他前載也好 你怎麼叫也好 正印女主角 就是Elulu 我不記得誰打了誰 他不是戰鬥角色 你不會把身家 加入那些戰鬥角色 是混在一起 他們不是同一個法 他們分開兩邊的人 所以那個正印感覺 你是會很出的 但是這邊 Kwon和其他角色 你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分野 所以其實這件事 就是越多角色 他的氣氛越薄 或者這樣說 這一套東西 我們吸引 我想會吸引到 會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 故事裡面的背景 一些設定 和角色的行動 是match的 他們是會有他們的身份 他們身份有他們的限制 他們的限制會限制他們的行動 即使他們的性格是怎樣 我們是會理解的 但是 這套作品裡面 去到最後 九軟的角色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故鄉的國家的時候 真真正正正 令到所有的女角 不只是九軟一個 是所有的女角 放棄了他們一直 九軟的角色其實 沒有可能讓你自己打你自己的國家 這也是淡化一件事 死 你是死在你國家裡面 你是這個國家裡面的繼承人 你死在你自己國家的子民 他就是為了幫一個 撿回你的男人 我不敢說你認識不久 但是 你也沒有一個理由 去協助他打你自己的國家 去到最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協助他 打了一會兒 那些人聽到那個叫Haku 打了一把線 我覺得對面的人應該知道的 麻煩你解釋一下 對面的人知道 是那兩個將領知道的 對呀 其他人的粗仔不知道 那些兵什麼事 孫先生說的是兵的 沒關係 在九軟 你作為這個國家的未來繼承人 你始終要回到自己 故事來說 我現在這麼自由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國家裡面的那些 那些媽媽 那些姐姐 那些媽媽不行的 那些姐姐 願意給她 就是願意給她 到某一個時間點 她必然要回到她的祖國 去治理她的國家 而這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九軟的想法是什麼 我給我一個時間 如果國家不存在的話 她覺得戰爭是不好的 她說要保護她的朋友 不要有事 但問題是你對面的國家 你的姐姐 你對面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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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有的 經常都有RPG必然的劇情 這些是 所以就叫你練級 不要練成一個 這裡的問題就是 這些角色就是 她破壞了 當然她破壞來自於 所謂的戰鬥 所謂的打仗 為何要打仗 其實這個虛偽之減免的故事裡面 她最失敗的是什麼呢 推動主線的東西 我至今為止 我看不到原因 動畫沒有講得清楚 我們現在是看動畫 動畫從來沒有講過 她說要找遺跡 怎麼這麼說 遊戲呢 大家都知道她分下集出來 可能動畫的時候 都覺得很多東西 在下集才有講的 我不是說 動畫有講的 有一幕講一幕 很短 就是引劍那裡說 我想去看你們的遺跡 然後她說 那個是先王的靈母 不能搞的 於是就打 很短的 因為先王靈母這部分 其實是關於第一集 11集的原因 故事 但你完全沒有 冰人計劃的故事 你不要理 因為我覺得 你理不到 其實那個故事 那是30秒 那個故事 你理不到 你總之說 他要研究 你沒有看過也好 你當然要說 有個遺跡 好像剛才阿肯所說的 你研究那個遺跡 那個遺跡不行 歷代先王靈母 你搞我的話 我就有用國體 那這些事 我覺得是很自然的 有趣 他推動這個故事 所謂打的那一部分 又近 想阿赫克去幫忙 然後就說 其實阿赫克 為什麼他會幫忙 他又是沒有說 只不過說 吃你的 住你的 最多這個位置 我就跟九元一起走 他不需要接受這個答案 他接受這個答案 就是什麼 我是經過很詳重的思考 我決定要幫你打 但是為什麼要幫他打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還有一場戰役之前 他還有一場戰役 給哈克一個很深刻的影響 就是打那些所謂外族人 侵入大和帝國 他知道戰爭是不好的 他是不想打一場 他是不想死人 他不想上前線 很厭惡這件事 這個接受的原因 其實是很難被理解的 他接受的原因 突然有個男人說 你明白的 我明白的 我不明白 是不明白的 他做得整套在這裏 前半節 你說那些 所謂女國之間的互動 和哈之間的互動 他們去建立他們的友誼 這方面我覺得沒有問題的 他最急轉直下 就是由 愛族入親這一刻開始 所有 突然之間 就什麼呢 他和奇異眼智慧都同樣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由一個主角的視線 突然之間放大到一個 全世界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也提過 他隔壁的女國 全都是不同國家的公主 身份 如果當日愛族入親也好 你帝國要帶在國家也好 會影響到其他周邊國家 即他們本身國家的立場 會怎樣 但他完全沒有提過 基本上不是輕輕 是完全沒有提過 而更加不要說 那些周邊國家 其實都是大和的附屬國 是附屬國 但他們本身都有自己的行政 有些是附屬國 有些不是 對 你打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意見 即是你們身份立場 會有些變化 他們完全沒有提過 他這裏 亦都是這樣說 就是說 他開始突然之間 他不可以逐個逐個角色去表現 尤其是在八處障那個位 八處障其實 到了故事最後 他不停去吹嘘 就說八處障很強 八處障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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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處障是無論智慧武力 總之智武略 所有東西都在高位 但是什麼呢 至少在第一場戰爭裡 即打這個所謂外族的時候 他們經常都說 你猜不到他們用什麼戰術的話 而他們的戰術 我們看不到他們的戰術 我們只是看到外掛 面具 面具就是外掛 想想上代第一季打的時候 可能很簡單 主角大兵衝去他們打王就算了 OK 我可以不用你戰略 你們打機 你的問題變成什麼呢 因為你做到那個層面 是一個戰爭的場面出來 而你做個戰爭的場面出來 然後告訴他們 什麼 那些士兵 他們不是打的 他們只是看我 soul off 一個派人擋了 一招拳打 他們全部都死了 然後那些士兵又說 很厲害 那些士兵是為了 傳揚他們的武勇傳 而存在的 他們需要打的嗎 他們只是一個 witness 所以那個問題 你見到就是 你知不知道那一刻 那個位置 令我想起哪一套作品 戰過巴沙卡 那些兵都是錯誤的 是啊 在後面搖棋 畢生白柱仗很強 他們說他們強的是什麼呢 因為 帝覺得他們厲害 而至於他們面具的力量 其實都是只有這個 其他那些 其實很合理的 因為呢 有三個就經常都不在 有一個是廢的 有一個是成長不上前線 所以上前線基本上 就是一個捉 正是正是報兵的 其他那幾個都是打的 但都有面具的 而那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到了第二場就是 就是打九軟的故鄉的時候 因為九軟的故鄉 叫做上代主角 用封印了假面的力量 然後你就會覺得 這班白柱仗真是廢的 沒有一個主角面具之後 其實不可以說封印了 我想是說他們有結界 他們用不到 他的說法是 簡單是封印了面具的力量 應該是吧 你就會看到 這班人真的很慘 下球 一旦沒有面具的力量就不夠打 即是說我真的不太覺得 即是阿弟 你會這麼大一盎子疑 你會 我習慣切的 你叫他突然沒有切開 怎麼辦 即是說說說說說說 阿弟突然看到 那邊那麼厲害 突然心臟被發死了 他死的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這裏就變成了什麼 你白柱仗那裏 他%就是 他們只有幾句對白 有幾個人 尤其是所謂雷光那些人 他說 我已經報了兵了 你們死硬了 這幾個人 經常在那裡 吹噓自己 有多厲害 他經常說 沒錯 我們是不可以這麼大意 但是 但是 都不要緊 我覺得很厲害 最多打不贏 白柱仗這個位置 其實他就是 %得不好 白柱仗 你真的 %得到他們強的 其實 你%不到 你%得到只要 面具的力量強 第一場戰役裡面 他真的%得到這件事 而第二場戰役 就是說 沒有了面具的力量 是根本不我如是的 大王大王 因為他有面具 還有100個面具槍 死過而已 沒有8個 然後就是說 其實 帝的死是一場政治陰謀 其實現在 在我們的事件 到底是怎樣死 是沒有人知道的 因為他的死 因為他的死 是令到劇情有些奇怪 就是 如果他死 即他 不是自然死 的話 理論上他應該會 給黑客 理論上 這個我們可以撇除了 應該是沒什麼可能的事 但是 問題就是 這份 帝是被人殺死 不知道被誰殺死 那 慧香那位巫女 他們兩個女兒 媽媽 尤其是 入到帝的空間的人 只有帝和黑客 老實說 我覺得 為什麼慧香好像什麼都不做 不是什麼都不做 好像差不多 出場都不說話 出場就是什麼 我交公主給你了 你好好照顧她 拜拜 好像不關我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劇情 無論是中間裡面 戰爭位不要說 所謂戰略武力的 大家都知道 是多鬼魚的 那些事情 這個世界 不會有的 我只會這樣說 寫這些劇情 是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功力的 不是說寫就寫到的 我都明白理解的 但是 你放得大 我就會說你那個位置 一定是寫得不好的 OK 到了那場所謂的政治陰謀 起碼 他也是什麼 重重地打的是白處將的人 白處將就是什麼 我很聰明 我很厲害 我很厲害 我忠於帝 然後就是什麼 這個中心 你們又看不出來 然後說 這個中心他扮出來 我早就猜到他有事 然後你們這些人 我真的覺得 唯一一個稱之為 整套作品裡的黑網 無賴 因為 又近來 我也知道 不是你殺的 不過你去死吧 他想 迅速去平定 內亂 當然 其實現在也不知道 究竟是否他殺死這件事 因為他都掛了 可能 其實 其實 白處將其他人 雷光 應該是雷光那兩件事 雷光那兩件事 雷光那兩件事 通常做得越奸越像兇手 那些人不兇手 通常 你不覺得兇手 那些兇手 我說最重的那些兇手 告訴你 就是被人抓走了一個 最廢最重的人 肯定是兇手 譬如是白處吃老虎 讓你過不起義他 他真是豬 不用管 白處將那些兇手 你知道就是 如果無賴不是兇手的話 故事就搞笑了 這件事是說到自己什麼 其實他也是聰明的 只不過他手段直接 講求效率的 他是 一日爆發武力搞定 既然武力可以搞定 為什麼不用武力搞定他 其實他懂武力一定是 那我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你100至0 他的面具 是不加智力 是減的 用智慧換取力量 不清楚 故事就是 為了殺死 但其實老實說 如果你智慧有32以上 你都想到一件事 就是 現在人們就是想豬死有近 其實是 你殺了有近 你認為你憑自己的智慧 你可以防止對方的陰力嗎 現在人們不是直接在後面打你 是在整個環境裡說 你就是兇手 那些白處真是厲害 很聰明 他們不是兇手 你想一想謀權 他們在想 我的智慧就想不到兇手了 現在有一個人最似的 就他 不如我 完全這麼多他們就聰明 你幫我講 不是他聰明 其實聰明是在內鬥那裡 那些也不算聰明 那些叫做cheap 那些是奸險 最多叫做 不是奸險也是聰明 你沒有智慧怎麼奸 都不是的 你看到這麼多動畫 還問這些問題 我明白 不是奸 不是只放奸去就叫奸 大哥 所以你說整個故事裡面 最後就是 武賴對右近而令 最終兩個都雙雙受死亡 不是打死 右近贏了之後 最終就交托了面具 給赫克 赫克就承繼了他的名字 現在那個位置 他就完了 就是赫克回到右近的國家 用右近的名義 他叫做協天使 其實真的是協天使 都協業的 對 他協業的 但我代他天使 大家聊職的時候 不會聊他 去到這個狀態裡 然後就是起義 然後就要等奧奇之後的故事 之後再出的遊戲都未出 異人之八話 究竟說的故事是什麼 你一說到這些話 我就很著眼在一個細胞裡 你究竟怎樣去 為什麼這個故事 可以發展到這個地步 沒有 他前面做的鞋子 掛水渠道 後面其實沒有關係 我想我也是 說回新番介紹的一句 當時我已經覺得 為什麼他可以做四五集 都好像沒有說過什麼 你說去到打外族 打外族OK 我以為終於開始打了 有些事情可以做了 然後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會跳一集公主戀愛 又跳一集不知道什麼 中間不知道為什麼 又會塞了兩集我用的東西 好像那些去考博士的感覺 收覺式 完全是那些感覺 突然間又覺得怎樣 那個禮拜正停了 都不看 我等我打算 整個故事的重點 也是 嚇一跳他們人類 這個才是整個故事裡面 最大的內幕 人類 阿弟想的希望他做的 其實是 會不會將那些史內姆變回 可以做人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裡面 只剩下他 阿赫又醒了 阿赫終於醒了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交代 就是他在找阿赫 喝茶 然後就自己掛了 真的多了 而且你看到帝好像不緊張 剛才我明白 變人變造 其實那些事情 其實不關他的事 是另一件白王的姿勢 才會灌發到的 但是阿黃帝本身又不是你 又不是阿赫 阿赫說 阿赫又不會理會 最重要的是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你不 如果這個故事裡面 他一開始其實 因為大和或一帝 這個行動 他為什麼突然之間 會開始侵略 這件事 他好像撞了阿赫之後 他好像突然間經過了 好像原作有說的話 他就是死的 這個好像有說 但動畫沒有說 他突然之間 老實說 我不相信 甚至不關乎阿赫在不在 你阿赫不在 你要研究的話 你又不是突然間 把阿赫扔到床上 原來是阿赫 我要研究一下你 這是個國策 這個是他的目標 其實他要研究 他一早已經打了 甚至他們已經在交戰狀態 我覺得這件事也綜合理 我覺得其實最不合理的 這件事就是 他見完黑黑之後 他沒有再出現過 之後告訴你 他死了 那一刻最有趣的是 但是沒有再出現過 然後就直接跟你說他死了 都見過兩次的 兩三次的 最厲害 見完之後 黑黑不會怎麼想阿哥的 好像沒有阿哥這件事 然後你還說他死了 然後你還說他死了 那些人還說他死了 始終他黑黑是知道事實 但是他沒有回復到記憶 他沒有那種實感 對 你說你是我的阿哥 那王弟也要見一下他 有空的 那他也要 那不是每天都召喚的 大哥他也很忙的 那麼多女兒 那麼多時間 你不要理這個問題 整個故事裡面 其實那個發展 我以動畫版來說 我不是說遊戲 因為遊戲 我自己都沒有玩完 我有賣了 但我還沒玩完 很長 RPG遊戲要等些時間 但是問題在於是 那個轉變太快 因為第一隻來說 某種意義上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說 你打我你死定了 我告訴你 但是 而這個研究遺跡 這個動機 怎樣延伸出來 他又不是突然見到 他欺負你 我終於欺負你來了 只要你恢復了記憶 或者你已經恢復了記憶 我們就可以兩兄弟拍字相 繼續這個研究 是否呢 又不是 不 應該這樣說 如果動畫來看 應該是 你嫁復律師那邊 那些視野來了 然後說了遺跡 那可以 你現在才知道 有遺跡這件事 我明白的 但你知遺跡是一件媒事 你知遺跡會對自己 而有幫助 是另一件事 你不會這麼快知道 你這個遺跡是一打他 你先給他信心 我不明白 這件事 也是 這個沒有人解得明白 但劇情就是 他花了十多集的時間 建構出來的節奏 他被後面那半的劇情 破壞了 其實都沒有 大概三分一 最後的節奏 所謂打仗 做到每個人的轉變 總之就是第四個位 這個位 其實是轉變來得很突然 他突然到就是什麼 好像二十集左右 你根本是覺得 為什麼突然之間 這些角色會這麼大轉變 其實如果你說轉變 剛才說 其實八處將做過什麼 除了打了之後 真的沒什麼做過 你都不能說他們轉變 突然間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班 只要去打 他們突然變得很有陰謀 睡著了 他們在那裏 你說純粹遊行 這樣看的 你說前半節劇情 是真的OK的 其實 我覺得是OK的 二世戒戲械的旅行 都沒有 其實是 至少個個個案 就是 你不要理 就是他一直有解釋一件事 這個當然傳統之物裏面的 所有能力的核心就是 他們的三位力場是天生富裕 他們真的有三位力場 因為人類是有三位力場的 這個種族是富家能力來的 人類有三位力場 是亞人會被人類吸引 設計出來那一刻已經有 就不是人類有三位力場 他賦予了人類有三位力場 或者反過來 他賦予了亞人有被三位力場 都可以的 兩者都可以的 都是因果關係 角色的情感的豐富 我覺得是OK的 這個是OK的 這個 我覺得是傳統之物一直來講 是很擅長的一個位置 只不過就是 今次裡面因為涉及了一個 突然之間一個龐大的戰爭 因為通常一去到龐大的戰爭位 每一個角色 他在戰爭的氣氛就會突然變弱 除非你是一個將命級的角色 你的角色是右近的 拆成全在感會拆成這麼厲害的原因 推到後期才是這個原因 他根本才是主角的原因 就是因為 整套角色在裡面 他沒有地方能不能出場 他到處都是能出場 只要他想的話 沒有啊 你明白 他在這個國家裡面 他只是客人而已 他不是主角 我說是右近 右近 右近 所以右近這個角色才是為何會這麼出現 老實說,他出了主角一分鐘 甚至是什麼呢?他做的位置就是什麼呢? 他利用右近,他經常戴面具之後的樣子 好像一刻就等你揹著,可以將兩個角色鍵起來 他是為了做這件事 一開始,角色設定就是這樣做 而角色設定為何會這樣配合呢? 就是因為右近,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右近其實是看不到獸耳的 把他的角色塑造到很人類的感覺 他的尾巴也不是經常出來的 幾乎不出來的 所以其實他那個的 他是為了給他在這部故事裡 把他們兩個關在一起 而看到右近的角色是很特殊的 不是,其實阿哥說就行了 這個右近的男生關係是你的複製人 就行了 一搶明我們 不是的 不是的 因為其他人看到右近搶面具的樣子之後 不會想起黑黑的 其實你這個解讀就是什麼呢? 但是真的有意性沒有人性 他全家人 甚至他弟弟 以為他喪生了 其實因為 但是什麼呢? 他只是做他老婆 做他女兒出來 但是沒有做他弟弟出來 這個問題我覺得 其實有馬 你這個疑惑是很正確 我也有這個疑惑 你做一家人 無疑 但是你又不無疑你弟弟出來 Give me a reason 為什麼? 但是同心圓家庭結構 那些外圍就是這樣 你解釋不到 大家都知道的 這個問題 解釋不到 那一刻我當時覺得 我已經想到弟弟很有趣 我就是想看看複製出來之後 複製出來之後 然後我自己想想 那弟弟呢? 複製當然 複製的女兒就先出來 難給他等下 這些五輪的關係我們不認識 那也要的 那你至少告訴我 複製了但他死了 我都說那算了 不是 因為複製這個弟弟 那弟弟可能 有搞他老婆 你講那個問題 就變成什麼了 第那個記錄裏 那個回憶片段裏 當然我們看到 不是的 好像黑黑是對 阿弟的老婆有好感 也看到他老婆 經常都去他那裡 那究竟是不是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 問題就是 現在哥哥 其實弟弟不是關懷 是爭恨他 誰知道 對 這個解釋不行 這個邏輯是錯了 這個故事裏面 不要理這些 這些東西 我不是說 神奇善的 不過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這些是解讀問題 不要理這個問題 但是 你說 現在一切的所謂的謎團 當然要等它 下一步的故事 再出來之後 才會解讀到 究竟是怎樣 根據《傳眾之物》 第一集裡的慣例 其實最後的故事是不能解釋的 他只是說 原來 我想他最終就是說 最後人類 這個種族 會變成怎樣 但是他可能 純粹是一個 好像很聚術式的故事 好像冰人的故事 一個聚術式沒有解釋的 是這樣的 發生了的事 還有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現在他面是複製品 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原本的面是怎樣來的 沒有人知道 面是Iceman那裡 Iceman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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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就是這樣 你解不通 你解釋可能 到什麼年代 不知道什麼故事 所有發現的事 都不能解釋 發現不是發明 都不能解釋 這個真的要留待他的下一步 但是 我只會這樣說 在虛偽之假面裡面 我只會看到 將一個所謂的成計 或者將哈克帶到一個大舞台 因為其實哈克現在就是什麼 他有一個位置 在一個大舞台的故事裡面 去左右這個世界的發展 他現在有這個權利 尤靈國死 其實有些是什麼 他必然要死 他是膠棒 對 但是這個膠棒其實你覺得 是有點無謂 還有當中裡面 你更加不要說 他這套東西裡面 都是所有的 除了角色的感情描寫 不過最差的一定 就是不算戰爭裡面 他那些突然之間逆轉 的東西寫得很喜歡 其實所有細字都寫 即使大家 有一點是解釋不到的 哈 為什麼武衛那麼高呢 拿了鐵線 鐵線 又不要說鐵線 武力加法 我是不能夠接受的 當年霸王 先王的遺言物 不是 先王的物品 用過之後 有些吸取神香 我們知道嗎 你不要說這些五星六星武器 吸取神香的問題 大哥 你不要說這些武器 就是在亞人的角度來說 他是一個 擔個水車抬米都不行 就是一個正常普通 最低級的亞人都不如的身體能力 突然之間可以 一線一拳 就可以撥毀一隻獸人 中間可以和我打的 可以是 互相平衡 有啊 可以先放水 可以先打橫 可以是 這些 這些 這些細胞的東西 你擔心的話 你會發現你是解釋不到的 不是 他那一次 原本又是一個智障 不是 黑黑是智障 發覺智慧高過他之後 變成一個武將要 你除非只能解釋一件事 原來通渠可以練到絕世武器 數地真 你沒聽過沒有 人數地三八年 應該沒有 王公審 王公審 那你至少給我看 給我看 那個武力值 好 那你回去玩遊戲 玩遊戲 就算是武力值看 那 我覺得 這些細胞是數得不好 就是叫做最後就是 OK 我想未看的聽眾 我只會說一句 我想你等完 他會不會 結束了故事之後 就是第三集的遊戲出了之後 再去 他再做動畫的時候 結束了之後 你才決定再去看不看 認真 暫時來說 我想純粹也是 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對角色有沒有愛 人們有愛 有在第一部的角色 他是看第三 八王八王故事會出來 可以真是 我想這個設定 是很通用遊戲界都有的 就是前作的男主角和女角的女兒 在下一部出現 或者角色繼承 你會看到很明顯的 當後來 去到富奴斯那邊 那邊 現在突然人氣高了一點 因為有舊 上一代的人物 出來了 人們看那些角色 不是對金融主角 就是這個 我經常都覺得 我經常都覺得 無論他有沒有俗作 也有俗作 因為俗作裏面 男主角一定是後策 所以一定要找個 這些不理 但為何一定是生女 這個問題 其實是困惑了很多年 不是的 蘭斯有兩個兒子 很多都是 但是 有一個女兒 不知為何 可能 你也明白 你怎樣攻略得好 有一種東西 不能攻略就是親女兒 你不生女 怎樣攻略親女兒呢 你弄完成你的霸業 你攻略逃狗那裡 親女兒也不是他 那是有關係的 你要攻略這件事 你要做鬼父這個問題 不能夠避承 當然這個問題 只是一個 不過 他們以約定造成 不知為何 有女兒好些 可能他畫師 純粹會畫女兒 不會畫仔 所以生女兒 這個問題很普遍 我不會畫男的 但是生兒子怎麼畫 那不知道 純粹 最後我看出了 總是要生女兒 難道 基因在女兒方面 我當然知道 女兒一定受歡迎一個兒子 這件事我純粹提及 因為我疑惑了太久 這個問題 不得不提 可能女性向遊戲 就會轉 女性向遊戲 好像散了 純粹是因為 今代的主角 不是白王的兒子 如果設定他 是白王的兒子 這樣就不會有事 設定白王的兒子 反過來就不會有事 因為今代的男主角 是一個角色 要比上一代 他出場的話 只有女兒 如果是男生 就不會跟他 你明白嗎 劇情需要 這也是 男人 你這套東西 不停在吹噓的 都是男男之愛 你看到 整個市場裡面 多受歡迎 你又看到 整個市場裡面 有一個右近的本來的 你看到 他最受歡迎的話 才畫 多少個右近來的 是嗎 那個劇情 真男主角 都是真男主角 你看到 在那個市場裡面 男男是很受歡迎的 那 anyway 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 角色來說 其實就是 賣角色為主 其實他也是 故事來說 就是 現在我不敢評論 他究竟是寫得很語懷 因為 就算傳眾之物 當年的故事 其實 他是去到最後 解說篇之後 你才可以通回全部 所有的東西 前面沒有特別的 前面是一個很 平常的 很典型的東西 很平常 以我來說 大家最記得的是 一本道 問題就是 你一本道 有戰鬥的東西 你作為任何公司 都會做到這類型的東西 不論你是普通向 純愛向 或者是靈魯向 什麼都可以做 這類型的故事 是根據CG不同 但問題是 你有沒有一個大的世界觀 去包裝它 要等到最後 但問題是 這套作品的最後 是未出 所以你是說不到 而因為他分了兩部的關係 所以其實現在 你必須承認 就是 人們會根據這一部的故事 去評價你的作品 其實是 而這一部的故事裡面 純粹你說 在動畫裡面 我覺得 如果你純以角色來說 或者 你想進去遊戲裡面 再看一個 side story 裡面 你喜歡那個角色的話 某種意義上 他真的成功 可以說是 但是你說大橋上 現在就 不願置評 我現在是 純粹你說 就這樣看的 現在真的 我覺得我真的不知道 他想說什麼 叫做什麼呢 很強行就是因為這個故事 要做兩部 所以在這個中間位裡面 找個位 其實我覺得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其實他為了 因為要設定這個故事 因為要有一個虛 叫做兩部 虛偽之假面 還有之後 二人之八王 二人之八王 他能夠一部做的話 我純粹覺得有更是不值得死 那他分了兩集 消受策略 他分了兩部故事 對 可能又緊張 因為大型的理由 而被犧牲 他這麼厲害 弄出來不用打我 那就糟了 麻煩你 而他不停在吹噓 就是本子的問題 又變成這個黑黑 下一代要白和成黑黑 我明白了 那就爆死了 二人之八王 真的要約他回來 他不是說死 封印了嗎 封印了嗎 你弄得這麼重 還未敢遠 如何自處 人家要見外父 外父 外父 我們要鎖子無奈來做什麼 那個女婿多棒 然後就 飛了一個女兒 我怎麼知道 二人之八王 我覺得沒有 那邊的卡米蘭那些 儘管看下去 那今天的時間 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